死日历的日子 作者 池子健 又是年终的时候了 我写字台上的台历一侧高高隆起 而另一侧却薄如禅意 在轻轻翻几下 三百六十五天就在生活中沉沉羡慕了 厚厚的那一侧是已逝的时光 由于有些日子上记着一些人的地址和电话 以及偶来的一些所思所感 所以它比原来的厚度还厚 仿佛说明着已去岁月的沉重 它有如一块沉甸甸的砖头 压在青春的心头 使青春慌张而疼痛 发明台历的人大约是个年轻人 岁月与他来讲是漫长的 所以他让日子在长方形的铁拖架上左右翻动 不练习时光的消逝 也不怕面对时光 当一年万事大吉时 他会轻轻松松的把那一摞用过的台历捆起 随便扔到什么地方让他蒙沉 因为日子还多得是呢 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看着那一摞摞用过的台历 也许会有一种人生如梦的沧桑感 于是想到了私日历 小的时候 我家总是挂着一个日历牌 我妈妈叫它杨历牌 我们称它月份牌 那是个硬纸板裁成的长方形的彩牌 上面是嫦娥奔月的图画 深蓝的天空 一轮无与伦比的圆月 一些隐约的白云 以及鸟挪奔月的嫦娥飘飞的群居 下面是挂日历的地方 纸牌留着一双细密的眼睛 等着日历背后尖尖的铁片插进去 与它亲密的吻合 那时候 我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私日历 早晨一睁开眼 便听得见造房的柴鹤 劈啪作响 有煮粥或贴玉米饼子的香味飘来 这基本上是善于早起的父亲 弄好了一家人的早饭 我爬出被窝的第一件事 不是穿衣服 而是赤脚踩着枕头 巨丝定在炕头背架子一侧的月份牌 凡是黑体字的日子 就随手丢在地上 因为这样的日子要去上学 而到了红色字体的日子 基本上都是星期天 我便捏着它回到被窝 亲切的看着它 觉得上面的每一个字母都漂亮可爱 甚至觉得 只要泛出一股不同寻常的香气 于是 就可以赖着被窝不起来 反正上课的钟 在这一天成了哑巴 可以无所顾忌的放纵自己 有时候 父亲就进来对炕上的人喊 凉了凉了 起来啦 凉了不是指他 是指他做的饭 反正灶坑里有火 凉了再热 于是 仍然将头缩进被窝 那张星期日的日历也跟了进来 父亲是狡猾的 他这时 饿刺剧般地把院子中的狗放进睡房 狗冲着我的被窝就摇头白尾地扑来 两只前爪搭着抗炎 温情十足地呜呜叫着 你只好起来了 有时候 我起来后去撕日历 发现他已经被人先撕过了 于是就很生气 觉得这一天的日子都会没滋味 仿佛我不撕他就不能拥有他似的 撕去的日子有风雨雷电 也有阳光雨露和贫降的白雪 撕去的日子有欢仙愉悦 也有争吵和悲伤 虽然那是清贫的时光 但因为有一个团圆的家 他无时不散发出温馨的气息 被我撕掉的日子 有时飘到窗外 随风飞舞 落到鸡舍的就被鸡一红耳琢破 落到猪圈的就被猪给拱到粪里 也成为粪 命运好的落在菜园里 被清新的空气滋润着 而最后也免不了被鱼打湿 呕滥后成为泥土 有会过日子的人家不思日历 用一根橡皮筋勒住月份牌 将逝去的日子一一塞进去 高高吊起来 年终时拿下来就能派上用场 有时女人们用它给小孩子擦屁股 有时候老爷爷用他们来卷黄烟 可我们家因为有我那双不安分的手 日子一个也留不下来 统统飞走了 每当白雪把家园和田园装点的 一派荧光闪闪的时候 月份牌上的日子就薄了 一年就要过去了 心中想着明年会长高一些 辫子会更长一些 穿的鞋子的尺码又会大上一号 便有由衷的快乐 新日子被整整齐齐的装定上去后 嫦娥仍然在日复一日的奔月 那硬纸牌是轻易不舍得换的 长大以后 家里仍然使用月份牌 只是我并不那么有兴趣去撕它了 可见长大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带到上了尸砖 住在学生宿舍 根本没日历可看 可日子照样过得一个不错 也就是在那一时期 商店里有台力卖了 于是 大多数人家就不用月份牌了 我自然而然的结束了 四日历的日子 我在哈尔滨生活的这几年 才算像模像样的过起了日子 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翻台力 让它由一次到另一次 当两侧厚薄几乎相等时 哈尔滨会进入最热的一段日子 年终时 我将用过的台力用线绳串起 然后放到抽屉里保存起来 台力上有些字句也分外有趣 如1993年2月14日记载着 不慎打碎一枝花碗 而2月28日则写着 一夜未睡好 梦见戒指断了 起床后发现下雪了 8月28日是 天边出现双彩虹 苦瓜汤真好喝 到了1994年的1月19日 是腊月初八的日子 东北人喜欢这天煮腊八粥 我在这天的日历上记着 煮八宝粥 材料 大米 小米 绿豆 小渣子 葡萄干 核桃仁 大枣 花生 3月3日写着 武则天目被万人践踏 只因为他践踏了万人 而7月11日是 德国队以1比2败给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用火一样的激情 焚烧了陈旧的德国战车 台力有意无意成了我的简易日记本 当然就更加有收藏价值了 不管多么不愿意面对逝去的日子 不管多么不愿意让青春成为往事 可我必须坦然面对它 当我串起1995年的台力 将1996年散发着墨香气的日子 摆在铁皮架上时 我仍然会在上面 简要书写一些 我的所作所为 所思所感的 如果能把幼时已失去的日历 一一十回 也许 已故的父亲就会复活 他又会放一条狗 进我的睡房 催我起床 也许 我家在大姑其故的 那个已经荒芜了的院落 又会变得绿意迎门 但日子永远都是 过去了的就成为回忆 可他毕竟深深的留在了心底 当我年事已高 将台力的日子看花了 翻台力的手哆嗦不已时 嫦娥肯定还在奔月 但是她会变得绿意迎接着 现在现在已经十分飞出了